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婉岐 欢迎继续锁定TV新闻台下午三点钟的整点新闻 三级警戒我们为您整理疫情最新情况 好那么刚刚疾管署的记者会一定很多人锁定 而现在我们先来看的是新北市政府市长侯友宜的记者会说明 先透过直播来看看现在最新的说法 本土病例384案 不过我刚刚看到陈部长对这384案 有用校正两个日 把它回归到原有的其他的天数 我在这里跟市民朋友来做一个报告 昨天晚上我特别打电话给陈部长 因为每天的确诊个案 中央大概会分两个时段给地方 一个是在傍晚下午六点的时候 一个是在隔一天的快将近早上左右 早中午的时间 那这两个数据我看到昨天晚上数据倍增的时候 特别一直希望把因素找出来 所以我跟陈部长通了将近20分钟的电话 陈部长很认真也很实在 他说他也在找真正的原因 这个真正的原因不明 那今天我们看到陈部长在CDC下午的记者会 把这样一个因素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因为把它校正回归到整个所有前面 大概有五六天的时间 这里面让我们也知道说 因为时间资讯有漏差 往往在整个中央在整个数据确诊的个案 在做筛检的过程当中 因为有涌筛的状况 造成到地方来 时间上就有非常的漏差 我们漏差光新北市最高可以达到漏差六天的时间 所以这六天的时间我非常担心就会造成防疫的破口 所以我要在这里特别呼吁 我们中央地方防疫一起来 我们要成立国家筛检队 结合民间业者的力量 一起来共同快速筛检 不要让确诊者很多已经被通知了 但是还没到地方来 变成他在家迟迟苦等 造成很多大家的声音 我们中央跟地方一起来 把这样的一个漏洞 如何板块把它补起来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做 明天真正的数据 我会确实给大家做一个公布 所以今天的数据 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参考 那今天刚好是一个礼拜 从5月15到今天5月22号 刚好是一个礼拜 新北市每天我们就特别用 EDP战情分析中心 把我们前灾情的战情分析中心 来做一个如何找出 新北市的高风险热区点 来强化防疫的功能 所以我们这两三天 根据我们的整个热区防疫里面 来做了一个筛检 这个筛检是用EDP 把29个区的热点做个分析 针对热点分析用确诊 以及足迹的交叉比对 我们特别找出板桥东区 以及中和张和地区的确诊分布图 这个确诊的分布图 这一张就是我们新北市 每天针对所有的足迹 大概有好几百个的足迹 以及所有的确诊的个案 把这个个案跟足迹做一个分析 这也成为我们的29区的热点分布图 其中最接近的都是在万华地区 跟板桥跟中和 刚好只有四座桥梁的玄间 会非常的密集 造成我们这两区感染的确诊室 跟足迹密密麻麻 其中我们板桥在做细分 这细分里面 我们以板桥的东区这个区块 是在我们的高风险的热区当中 以及中和的张和地区 因为有华中桥过来 在这个地区 刚好也是一个高风险的热区的地方 所以我们先初步显定 两个高风险的热区 如何来强化防疫的作为 我们在明天开始 我们就在东西 中和的张和区 成立热区防疫中心 来执行 尔关最强化三级以上的防疫 这里面 这里面我们特别采行了六大的措施 这六大的措施 就是如何严格强化三级的警戒 来针对热区 第一个来设置热区的防疫中心以外 最重要要设置机动筛检站 市场 卖场 严格的管控人潮 因为有的市场 传统市场 很难做到十连制 也容易交叉 更重要的卖场 因为我们发现 足迹 很多都在卖场里面出现 今天我们把所有的业者 也找来再度的开胃 要求 卖场一定要落实防疫 包括这里面还有很多的餐厅 我们都要用 严格的管控人流 来强化 尤其我们开始 左洞式的宣讨 所以各区所有里面 大家全部总出洞 而且由警察高频率的行邏 来规见民众要严格遵守防疫 至于热区里面要前面大消毒 更重要的 违必要的营业场所 就是暂时停止营业 所以我们的热区防疫中心 我们会做这六大项 希望能够有效的 让整个热区的疫情 能够稳定的得到控制 除了热区以外的作为 我们今天特别把我们的总筛减能量给各位做一个报告 我们昨天筛减了4822 筛减率是3% 阳性的确诊是3% 至于我们的社区筛减站 筛了1545个 筛减出来是2.65 更重要的 我们开始成立更多的社区筛减站 除了我们原有的24次筛减站以外 我们今天新增加了三重社区筛减站 明天开始又增加两处 综合板桥 叫做机动筛减站 这机动筛减站 是随着我们高风险的热区防疫中心 来要求 也拜托民众 只要有问题 我们大家一起到机动筛减站来做筛讲 也应应我们最近 轻症 无症状确诊的会越来越多 使了让我们18家急救责任医院 所有的医疗体系大幅的降载以外 轻框我们的病床数 更重要 我们要扩增我们的集中检疫中心 来说轻症无症状确诊诊 我们这两三天 大概也准备了 除了原有的 已经开始启用的183间以外 陆陆续续 我们再征用三个旅馆 一个是337间 250间 这当中 我也非常谢谢这段时间 有很多的好朋友 非常关心医护人员 所以爱心大平台 有很多防疫基金 好朋友的这个奉献 尤其我特别先谢谢我们的肖强 特别捐了一百万 也谢谢很多人做了很多的公益 那这当中爱心大平台 一千万 我们特别提供出来 给我们第一线最辛苦的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万一不幸感染了 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加油打气 我们花卫文金 每人十万到二十万不等 这当中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特别把我们的央北社会自宅 提供六十四户 八十四间的房间 提供给防疫医务人员休息使用 至于在这个疫情不断高张以下 我还是在这里特别呼吁我们的民众 会必要不要到外面活动 保持低度的活动 那当然看到今天的数据 大家更触目惊心 所以我在这里也特别再三的呼吁 非必要的营业能够停止就暂停营业 减少接触减少移动 那有关企业的如果能够在家上班 就让员工在家上班 避免真的移动 所以防疫优先住主停业 以及配合让员工在家上班 保护我们的所有的员工们 能够以防疫为第一的优先 所以今天新北市所有的疫情 还是需要大家来努力 所以新北大家加油 我们一起来抗疫 希望疫情因为我们的努力 能够有所控制 谢谢大家 好谢谢市长为我们说明 今天最新的进度 现在进到媒体体温的部分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 除了侯友仪市长 今天在现场的还包含了 副市长刘和然 以及卫生局局长陈润秋 好我们刚刚听到新北市长侯友仪 再三呼吁非必要不要出门 她说到数字触目惊心 新北市稍早提供给大家的一个确诊数字 说今天新增384光 新北就如此之高 是相当惊人 不过侯友仪也说 她刚刚听到指挥中心记者会 有一部分呢 是要校正回归的 那么这主要是要为了反应真实 不过这也显示 侯友仪说这也显示 之前恐怕有一些没有办法反应真实 已经有破口 所以新北市要加强防疫 那么现在地方上里长怎么做呢 我们连线给记者李鼎强 来看现在最新情况 好 主播可以看到在我后方呢 这个里长正在进行全面的大消毒 现在记者所在位置 就在新北板桥这个重灾区这附近呢 可以看到里长正在路面上全面的清销 因为明天新北市就要将板桥综合 这两个热区升级成为这个防疫的热区中心 而且呢有五大的强化措施 包含这个社区的全面大清销 以及社区巡守队要来巡逻 加强这个路边 有没有戴口罩 民众有没有违反防疫规定 甚至还会在这个 这附近呢设置这个 那个路边的筛检站 机动筛检站 然后让民众如果疑虑的话 还可以来筛检 那我们来问一下里长 关于明天的准备工作 目前进行的如何 里长我们想问一下 明天呢板桥综合就要设置这个热区防疫中心 那今天准备工作如何 现在我们区公所跟市政府 他们都有跟里长沟通 跟记者人都沟通 然后就是当然像板桥 人口数将近有户齐到快60万人口 非户齐可能加起来快100万 那只有一个筛检站会比较少 所以侯市长现在也有听我们计程的建议 在板桥这个部分再增加一个景气 中心 那对势必对疫情来讲会很大的帮助 那这个机动的筛检站 它是这样定期这样巡逻吗 它会针对哪些热区吗 它现在会针对板桥跟综合这边比较多 因为你看嘛一桥之隔板桥 跟综合的那个跟万华的这个互动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如果在这个比较大范围的话 多加筛检站跟那个中心的话 其实相对会把疫情控制好 其实看在大家的起性下去应该OK 在没多久会比较恢复平常的生活 可以看到其实在板桥大约有12个里 目前匡列大概有5万多的里民 是被这个关怀跟照顾的 还有大概综合大概有8个里 4万多个居民也是一样被受到照顾 因为其实都有接触到确诊者 而目前新北已经将板桥区的区长 以及中央区的区长 列为这两个防疫乐区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要来随时应变加强防疫的措施 以上为您所找到现场最近情况 主播 特别是明天在新北还会出现机动筛检站 我们也会带您持续了解运作的状况 而回头说到今天疫情的数字 一开始记者们拿到指挥中心表格 是有一些惊吓的 这数字加总起来非常高 不过指挥官陈时中很快解释 并不是真的是700多 他说今天新增病例就是321例 其他有400例呢 是因为之前通跑塞车 所以要校正回归 算起来从之前16号开始 表格上您也看到了 16号开始每天案例 因此都在增加 那么指挥中心表示 更值得关注的是阳性率稳定下降 我们来看稍早的说明 我们大概就是在昨天的 如果从正式的这案例来讲 我们有增加了323例 那在昨天因为这效率的提升 所以昨天我们大概也签了 大概一万多件的这些旧案 然后这里面有400个 有400个案例 那整体这些案例 新增的这321例的本土案例 162例的男性 159例的女性 年龄介于未满5岁到90多岁 发病日裁检日 继于5月10号到5月21号 那校正回归的这400案例 那为185例男性 215位女性 年龄也介于未满5岁到90多岁 那大概总共是以新北市 384例最多 那板桥有103例 台北市269例 那万华区174例 桃园20例 台中11例 基隆9例 屏东5例 彰化县及高雄市各4例 宜蘭新竹县及花莲县各3例 新竹县 新竹市 宜蘭县新竹市及花莲县各3例 新竹县2例 台南市苗栗南投云林各1例 那其中万华活动室相关的有258例 茶艺馆相关有100例 还是以这边为最大中 那抹色团相关4例 那水果商相关的案例3例 那其他已知感染源的有80例 那关联不明的有121例 意料中的有155例 新增2名 新增2名的死亡个案 一案是3097为80多岁的男性 那5月19日晚间因为咳嗽发烧呼吸困难及全身倦怠等症状送医 那于5月20日死亡 那经采检于今日确诊 那家属表示个案没有万华区的活动时义无接触确诊的个案 案3553为70多岁的男性曾接触过确诊者 5月18日由卫生单位 匡列为居家隔离 那5月19日到医院裁检 卫生单位 电访时致数没有症状 那5月21日 家人发现个案无呼吸心跳 当日宣告死亡 那经采检 今日确诊 好 今天数字一长串 加一加700多 不过指挥中心特别强调其中有400例是要回归校正 那么就有人疑惑 难道是因为今天没有股市 所以留在今天公布吗 刚刚指挥中心是说呢 主要是这两天他们把通报流程简化了 而这400例反映的是效率提升 我们也一起了解 那前两天呢 大家也注意到 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整个的 裁检在最主要是在报告这一端 其实就产生了塞车的情况 所以从那天开始 我们也积极的来研究 怎么样简化相关的一个通报的程序 那希望他能够速度能够加快 让我们对整个的疫情的研判 能够更及时 那经过这几天的一个改善 那就把这个通报的速度 把它大为提升 那在昨天因为效率的提升 所以昨天我们大概也签了 大概一万多件的这些救案 那然后呢 这里面有400个 有400个案例 一向指挥中心有多少的状况 就说多少的事情 那是从前两天 大家有注意到 罗副有跟大家回答 那时候我们就注意到 这些在通报 在上传里面 事实上是有塞车的一个情形 那为了因应这些情形 那我们就积极的把相关本来的必要的栏位 从二十几项 那简化到八项 那降低一个整个申报在人力上面或时间上面 就会增快 那这些都上轨道之后 那加上申报的一个程序的简化 那就速度就加快 然后就把这些相关就是一个累积的案件就把它爆出来 我们把它回归校正之后 看起来还算是平稳 但是更重要就是 采检日 采检日的时候 再比较能够看出那时候的一个疫情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用在每日采检日 来看从5月1号来看到5月21号 5月15号 它的一个阳性率是最高到达6.3 从5月13号的2.5%到4.4%到6.3 那逐步往下降4.7% 2.8% 然后在这几天都维持大概从2.2%到2.9% 这样的一个范围 所以看起来在疫情里面 整个来看 并没有爆发的一个情况 好 那么说到阳性率的稳定下降 有医护人说 主要是上个周休假日 大部分人自主留在家里头 把这情况稳定下来 所以这个周休假日 希望可以继续守住 那么就与台北现金花区旁边 向山步道来说 平常周休假日人挤人 今天空旷很多 一步步缓缓走下山 以往假日运动爬向山 几乎都是人挤人 但全国升三级警戒后差很大 大家也几乎都把口罩带牢 在传口罩也紧紧挂在脸上 不过还是有人受不了 偷偷拉下来传口气 也有人是直接没带出门 恐怕有违规定 毕竟和陌生人擦肩而过 也是风险 应该少个九层 只剩一层的人会来了 应该就回家不到处乱跑了 平常假日应该是要 人挤人的向山步道 现在也几乎都没有人 而且包含这个热门的拍照景点 石头上也几乎是一个人都没有 而且走到上面 一路走上来 只有零星的游客 以前总是要排队等拍照 现在根本没人抢 夏日的卖场人很多 挤在冰柜前挑食材 几乎忘了社交距离 就连排队也一样 两三天吧 就买多一点 那今天看里面人多不多 挺多 有压力 两三天的菜一次买齐 刚好假日 大家有空人也多了 担心放假造成疫情更扩大 行政院长苏贞叉还特别下令 警政单位要严查 包含群聚 出门不戴口罩等等 你们刚刚都在那么多群聚 看到我们就散开 那我希望 这个是一个自主管理 拿起大升工走到公园 要大家自制 而不是做做样子 毕竟守住国内疫情都得靠你我 才能有效阻断病毒的传播链 TV新闻 何嘉阳谢单词 特别懂 另一个防护网是简讯实联制 不过现在有民众反映 怎么有的店家门口 那个QR Code不止一种 看了无撒撒 唐凤凤版本实联制上路 超商门口却出现了两种QR Code 让民众才刚进去就众力混淆 应该可以吧 这还Safari无法打开 我没有 对我刚刚弄错了 超商门口的全家App实联制版本 需先登入会员 流程繁琐 下方又有唐凤版简讯实联制 搞得民众不撒撒 干脆放弃超商版本 不知道啊 我刚刚是送这个啦 现在要这个才对啦 这样是不是可以 这样对了吧 这个是有吧 有有有 比较不方便 所以我就用机管局 因为他那个要加入他的会员 然后我不是他会员 但是机管局 几乎所有的都可以用 叶者回应 除了目前两种QR Code方式 和柜台纸本登记 下周还会再新增台北偷实联制 是为了让民众有多元化方式购物 另外西湖市场 也有两种以上的 实联制方式 西湖市场的第一时间 也推出了防疫冲冲冲的版本 不过在唐凤版本上市之后 也贴出了机关署的QR Code 凤版本出来之后 我们马上就改唐凤版本 防疫冲冲冲也不是很好用 他要加入好友之后 然后再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西湖市场实联制 也从防疫冲冲冲冲版本 改为唐凤版本 现场还是有民众一度搞混 操作方式 因此安排工作人员特别值得 但实联制版本太多 民众抱怨连连 实际询问民众大多赞同 简讯十连制的最快好用 其他民间机构推出的 不只怕各自外泄过程太繁琐 一个门口出现好几个QR Code 到底要扫描哪一种 恐怕对民众也相当溃柔 TVB的新魂 陈英哲 李玉涵特别勾动 水荒其实也还没疏解 到底什么时候会下雨呢 气象主播谢一伦为大家整理最新资讯 没有错 今天跟昨天的天气是有一点类似的 尤其在下半天 雨就会下下来 透过这张定量降雨图就可以看到 下半天的时候呢 雨会下在哪里 也就是北台湾以及西部山区 另外呢还有东部也会下雨 但是呢这降雨机会有可能是局部大雨 而且这雨势可能还会下到晚上 因此东部的民众得要特别留意了 但是呢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这雨势就会越来越小 主要就是因为高压又增强 而高压增强呢 其实让我们现在在外头天气 是非常的炎热的 因为可以看到呢 目前高温出现在台北32度 而且中南部也有到35度 而目前哪里最热 也就是高雄的农改 可以看到这边是35.9度 但是连续十多天南部都这么的热 下周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趋缓的迹象呢 没有错 其实呢在下周呢 有一道封面将会下压到台湾附近 可以看到哪个时间点呢 就是在下周二跟周三 这一道封面呢 就在台湾附近徘徊 因此呢下周二跟周三 全台都可能会有降雨 但是到下周四到周五呢 封面离开了全台湾又变成多云到晴的天气 而现在要提醒您的是 下半天有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震雨 因此要出门的观众朋友记得带伞 但是南部还是要严防极端高温 面对疫情台北市长柯文哲号召退职 医护支援 结果一人玉兔也来了 原来他曾经是护理师 我们连线记者当写 好主播 前黑色惠美媚玉兔 其实是护理师出身 在看到台湾本土确诊案例不断攀升 医疗资源面临考验 台北市长柯文哲号召退职医护重返前线 一起并肩作战 玉兔也宣布加入防疫前线 并且po出报名成功的画面截图 表示退职的医护朋友们 我们一起为医护努力 对抗疫情 守护我们的家园 其实玉兔原本就读马接护砖 学生时期就靠着 无碍黑社会节目走红 但后来节目收了 他也淡出演艺圈 并且考上护理师执照 但工作一年多后 有感于医护工时长压力大 甚至可能一个月见不到家人 情绪一度陷入低潮 他才决定离开护理界 重新回到演艺圈 现在看到疫情大爆发 医疗能量备受考验 玉兔也决定站出来 为防疫尽一份力 让不少网友都相当感动 再把时间交换捧妹 好 而柯文哲的防疫记者会 现在正在进行 我们带您看直播的现场 这种确诊的案例 我想重点不是他总共这一年半还有多少 而是他就比较关心这两个礼拜的新增案例 不过这还是分布差不多 就是说主要还是集中在万华 但是我们十二个行政区都有Case 平均在差不多30上下 那万华是比较多 接近300 另外一点我们在昨天的快筛战的检查结果 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事实上我们后来发现 昨天快筛的检查结果 它的百分比好像比前年高 那这到底要怎么解读 就是说我们四个快筛战 大概总共做了1322人 那我们看看 算那百分比大家比较 就是说快筛阳性的 大家比较有兴趣 从一开始 大概10%的左右 后来掉下去 到昨天又略为上升 到7.0%的 我的解读是这样 厘迫那个可能是叫阿公店有关的一些感染 但是它散开的时候大家并不知道 那我们在差不多两个礼拜前的母亲节 因为大家比较多的群聚活动 所以又上升 所以一般来讲 快筛它反应的并不是 这个礼拜的感染状况 而是差不多一个礼拜到 甚至到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前 那因为我们比较严格的这种管理措施 是从上个礼拜六开始 所以大概在这一个礼拜 甚至我们停课也是到 到礼拜二 礼拜三才开始 所以到底我们这个礼拜很严格的自动自发的封城 自我严格的管理 它的效果要到这个礼拜才慢慢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倒觉得这样 这个快筛阳性的百分比上升 大家也不必太恐慌 以为我这个又蔓延上去了 这个事实上反应差不多一个礼拜到 两个礼拜前当时的感染状况 所以这是 我觉得是这样 在这个礼拜我们的自动自发的这个封城 效果 大概要在这个下个礼拜才可以看得出来 解图上是这样 因为这个一下子感染的病例太多 所以我们也制定了一个台北市 一个在就目前的状况下 如何处理的一个方法 我们看看 不管你是快筛阳性的 还是这个PCR阳性 如果说做出来是正的 一般来讲是这样 如果他症状不明显 那也没有高风险因素 比方说什么糖尿病 年龄太大 或是说原先就矮症 肺部疾病 本来这种免疫状况不是很好的 其实这种病人 因为说统计上来讲 大概80%的 也不用住院 他大概就是 给一些普拿藤 什么吃一吃 大概就可以蹭了过去 所以我们现在的过去 因为病例很少的时候 我们几乎每个确诊案例都要放到 护压隔离病房 不过现在一下子有几百个病例 大概战略要稍微改变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不管是快筛阳性或PCR阳性 确诊 如果他我们第一线的临床医师 判定说危险度不高 就是后面会临床上突然变差 危险度不高 原则上先去我们是所谓 加强版的防御旅馆 那么目前台北市总共105家的防御旅馆 房间数将近7000 那我们也比照说医院 一开始医院不会分级 后来等到病人多了 我们就分第七医院 区医院还有这个医学中心 同样的你知道 一开始我们这个防御旅馆只是为了国外入境 先给他观察14天手用 不过现在因为这个病人的状况多 我们不想让这些没有症状的确诊病人去把医院击垮 所以给他分成三级 这昨天已经讲过 就一般防御旅馆 还有这个 收居家隔离者的 防御旅馆 还有最高级的叫加强版防御旅馆 就所谓的集中潜力所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先给他在这个 这个送到防御旅馆 如果观察10天 你知道 我们给他做个PCR 那如果CT number 一般来讲 这CT就是说他复制几次 如果复制30次才会被发现 这表示量很少 这个就 我们判定说大概不太会感染的人 就给他出院 另外一个是 CT number小于30 那这个就说他可能还有 传染人的危险 这怎么处理 我想这数量不多 这再由医生来做临床上的评估 那当然是这样 有些我们送去防御旅馆的 也许在 后续的当中 因为他病情恶化 这个就要送回医院 那另外一个是 确诊 快塞阳性或BGF阳性 那在急诊处 不管是快塞症或急诊处 如果当临床医师判定说 他症状很明显 比方说会喘 发高烧 而且是那种所谓民意 比较不好的 那就送到医院 那在医院 事实上 如果治疗超过10天 退症超过一天 症状不是很明显的时候 我们再给他做个PCR 那一样 PCR如果大于30 我们认为这个 已经不太具备 感染人家的能力 那这个就可以出院了 当然这个要 退症超过一天 而且临床症状更明显 那么如果这个CTE小于30的话 就是说 也许他状况还好 但是因为他 鼻腔检查出来还有 绿孤性病毒 我们怕他直接回到社区 有可能会去传染病 也许 量不是很多 但是还有那个危险 那这个我们就还是给他 送回那个 集中检疫所 你知道 再观察7天 如果7天都没有什么症状 就给他出院 那如果他不想在那个地方住7天 我们可以再给他做一个 PCR的检查 一样 如果我们判定说他 PCR的 大于30 就是那个 病毒的量很少 他还是可以出院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个模式 你知道 让把医院的量 保留下来 给有需要的人 那如果不是很严重的就 在这个 集中检疫所 就所谓的 加强版防疫旅馆里面去处理 那也因为 病人放在集中检疫所 他需要有医护人员的 监视 监看 所以这个是 算是 等级比较高的 防疫旅馆 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在未来这个这段时间 要慢慢开释 也感谢像凯撒都很愿意 把他整栋大楼捐出来 我们就 也感谢国军化学兵 还有这个 国军的一些 去帮忙处理一些勤务 消毒 那我们也要感谢 将来是我们的 征照来的医务人员 主要是要用在这个 集中检疫所使用 来 来负担 来照顾那些没有进入 医院的确诊者 大概是我们 目前这个台北市 的一个 处理的新战略 目的很简单 就是 防止医院被那些 清症人 击垮 击垮掉 不过 我想今天大家也会 相当关心一个题目 为什么会突然 确诊700例 故事是这样 因为过去我们在 病例不多的时候 我们都要求说要PCR证 确诊 才通报那个 疾管署 才被 他们才把他当作一个 确诊者 向社会公布 可是因为 在过去这段时间 病例突然累积太多 所以裁 裁剪的样品太多 所以那个实验室来不及做PCR 因为那量太多 他每天本来处理的量有限 那也因为这个 减体的量累积多了 那在 这个慢慢我们就开始增加这个PCR检查量 所以才慢慢做 累积一下子 累积这么多 所以事实上我们今天这个 确诊案例说700例 很多是他已经裁剪 只是这几天报告才出来 感觉上好像 量突然增加 事实上他裁剪的时间是在 上个礼拜 那么也因为 过去你知道 我们没有把这种快筛 当做一个确诊的标准 所以我们一开始做做PCR 甚至很多病人到急诊处 他给他做PCR以后 就请他回家 那也许两天三天 特别是在上个礼拜 常常因为 肩体量太多 PCR结果出来是 不到几天以后的事 来通知他 所以我们的确目前 还有一些病人是在 家里 然后后来接到 因为他去 去医院的急诊做过PCR 那 当场当然没有办法跟他讲结果 他回家过了一两天 突然有人跟他讲说 你PCR是真的 是确诊者 那么这些病人 原则上我们会 还是要给他送到 集中检疫所或医院去 不过在还没 通知 还没有在通知你送走的时候 我们现在是这样 既然你是个确诊者 你一定要一人一室 这是最低标准 那如果可以一人一户 那是最好 为什么 防止你再去感染其他人 所以 可以一人一室最好 最低要求 可以最好是一人一户 那所以如果你家里的人 很难做到一人一户 可以倒过来 你留在家里 其他的家人去住旅馆 所以这个方式 当然是这样 如果他在 家里期间 有变船 发高烧 那还是要打1992 或是119 那我们还是会 看状况 再把他送去医院 这是 目前 这两三次 目前我们 台北市的处理方式 不过现在因为 我们要求说 做PCR的时候 也做快篩 因为快篩 大概20分钟后 就可以跟你讲结果 所以我想这种 做完PCR以后 回家 等两三天才告诉你结果的情形 我想在 下个礼拜应该会 不见了 因为大部分 我们现在要求做PCR的时候 也 一定要再做快篩 那如果有的话 当然 快篩数是百分之百准确 目前这样看起来 大概95%的准确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那个病毒量很高 一般快篩还是会正 所以我们希望说 做PCR 但PCR是比较准 但是因为他需要 比较长的时间 而且他价钱也比较贵 所以 比较长的时间价钱比较贵 所以他比较准 但是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在现阶段 用快篩 来加快我们整个 决策的流程 所以目前我们台北市大概就用 这两个方式 疫情当中还要对抗假讯息 不过彰化传出的 居然是有议员跟着 传假讯息 记得邱婉柔的 我们了解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就是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初 总统蔡英文就曾经提醒民众说 要盛访假讯息 果不其然 现在这假讯息真的是非常的多 先来看到 民进党籍的彰化现议员 汪国中 他就在这个LINE的群组传说 某一个工业区 有人确诊的假消息 而现在他也被警察法办 那他表示说 其实这个讯息是有人转传 他再转传给其他人 他并不是要恶意散布假讯息 只是基于善意提醒 而他的送办也成为首位 因传假消息被法办的名单 那现在这个内政部次长 陈宗燕他也提到 他说从五月一号到五月二十号 警政机关已经查处了六十件的假讯息 相关案件 那么其中呢 已经移送了二十一件 有三十九件是代为侦办的 他也说 现在假讯息呢 是快速流通了 他认为呢 只要是扰乱防疫及社会安定 只要你敢传 政府呢一定敢强力侦办 不过同时据了解有绿营人士 现在更担心的是八二八公投 也请宛柔说明相关情况 好这本土疫情连环报呢 也让民进党在八月底的公投布局呢 增添许多变数 有民进党的党内人士私下就透露 只要这个疫情呢 持续扩大呢 势必会冲击蔡政府的施政满意度 还有这个公投 那过去一年所累积下来的防疫红利呢 肯定是会失效的 不过呢 虽然现在呢 这个蔡政府呢 已经决定了 这国阵说明会呢 可能会无限延期 甚至是取笑 但是总统私下也有跟党公职下军令 他据了解总统就有透露说呢 其实这沟通还是不能停的 就算没有说明会呢 这府院党公职呢 也要透过网络持续向民众宣传 蔡政府的立场以及政策 不过就有民进党的立委就说 其实这阵子的大家都在讨论 疫情也不会有明代呢 这么不是像这么北吧呢 说现在还要去讨论公投的事情 那另外还有民进党人士也说呢 比起疫情其实呢 这一周呢 两次停电呢 才是对民进党政府是重伤害 因为现在呢可能就有永和派 以及加速三接外推的能源公投呢 这两派意向呢 是很难掌握的 好那么之前曾有人说 两岸可以趁疫情释放善意 现在还有机会吗宛柔 好不止八月底的公投被视为说是检视蔡政府的执政成果 还有两岸关系也是外界一直众所瞩目的 这个赵春山呢他是台湾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的首席顾问 他最近呢就发表了一些言论 他就说呢 他们原本以为两岸呢 其实可以透过疫情呢 来互相释出善意 这关系应该是可以改善的 但是没想到现在呢 双方的关系 可以说是不进反退 他刚从几个例子上面来分析 像是这个口罩风波疫苗问题呢 现在呢看起来呢 两岸还是针锋相对的 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就是没有沟通管道 尤其这个武汉肺炎呢 这个称呼台湾还是有些人会这样称呼 而不是称呼他为新冠肺炎 所以他认为呢 这也是两方恶化关系的原因之一 另外就是台湾其实非常期盼可以加入WHA的 但是呢陆方持续解读呢 台湾这么做就是以疫谋读 是非常不可取的 所以呢其实一直在阻挡台湾要加入 他认为这就是大陆的问题 再加上这美中关系呢 美中关系紧张 那美国现在看起来就是挺台湾的 这也让大陆是非常不满 是常常在那边批评 气得跳脚 所以他认为呢这个外界因素呢 也并非台湾可以改善两岸关系的助力 所以呢这赵船船就分析说呢 两岸改善关系的最好机会已经过去了 要往最坏的方向去准备 今后要面对的呢 不是反毒 而是 促同 最近地图看到本来零确诊的花冬破功了 刚刚花莲县府公布三例确诊 不过县府认为是其他县市匡列不确实 才让确诊者没有被及时隔离 回到花莲之后发病 现场徐真卫就呼吁 请花莲的乡亲朋友们 暂时别返乡探亲 减少跨区移动 那么在台东的呢 就说是这个新增病例之前在台北就有症状 回台东探视家人的时候裁剪确诊 还好这个患者足迹比较单纯 只有住家跟台东机场 到过的地方都已经完成消毒 而今天不管是不是什么校正回归 确实过去8天台湾的病例是大幅的增加 那么这又该怎么应对呢 接下来记者维加琪 带我们看专家建议 台湾今天要新增了321例的本土确诊个案 而且还有400例的校正回归 那么现在社区的传播链到底该怎么阻断 专家就提醒了加快普衰可能是最快的途径 我们先带你来看到的是 其实今天呢已经是双北深三级警戒满一个礼拜的日子了 那么在这一个礼拜里从5月15号到21号 其实本土的确诊个案就来到了1824例 其中在双北就已经占了1600例 而这个集中的热点包含了台北市的万华区 新北市的板桥跟中和 现在都是比较严重的疫区 那我们就带你来看到的是 专家怎么样看待呢 台大儿童医院的院长黄丽明就说了 如果疫情持续扩散到外线市 而且每天增加的是三位数的话 那么只好升四级 也就是不排除封城了 而现在呢这个前疾管局长就说了 社区仍旧有一些隐形的病例 所以呢筛检的速度可能要加快 赶快揪出他们 才能够有效的阻断传播链 而现在大家很期待的疫苗现在状况如何了呢 国外的疫苗现在是如期要来抵达台湾了 而国产疫苗也传出好消息取得授权 所以现在中研院他们就认为 国内大概7月底8月台湾的疫情可能会随着疫苗的出现 赶转趋稳定 而本土个案也有可能往下降 而是有美国专家觉得该封城了 佳琪带我们看看 台湾疫情持续延烧 不少人都提出了封城这样子的概念 不过财经专家就提醒了 一旦封城台湾的经济可能要负上很大的后果 怎么回事我们先一起但应来看到的是随着最近的疫情持续的在扩烧 尤其在双北的部分 两边的市长也都提出了准四级的防疫概念 有没有可能升到四级甚至是封城的可能 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是强调 现在全国三级警戒要标准一致 说法一致 甚至脚步更要一致 强调目前没有升到四级的必要 但是美国的专家学者却确实提醒了 他说快速有力的封城其实是很必要的 如果你越早采取措施那么就越有效 一旦时间拖得越久要采取 后面的行动就得要越大 因此他做出了这样子的提醒 但我们带你看到的是财经专家谢金河就说了 现在如果台湾全面封城 那么经济可能就会万劫不复了 现在来看到这样的数据 4月的外销跟出口的接单 其实已经来到了549.3亿的美元 比去年同级其实是成长了42.6% 那么现在如果一旦封城的话 美国加上欧盟他们受到疫情的影响 已经逐渐变小也逐渐复苏了 那台湾如果出口受阻的话 很快就会被周遭的国家 包含南韩日本甚至是大陆东协等等的国家给取代 那么现在封城的话 可能会让台湾的经济万劫不复 而现在大家是知道要洗手戴口罩 恐怕冲马桶的习惯要改 也请佳琴继续说明 在高雄5月20号新增了一个确诊案例 就是在餐厅发生了一次群聚的事件 不过奇怪的是这两个确诊者 他们是彼此互相不认识 所以因此去追查这个感染源 发现这个源头很有可能就是餐厅的共用厕所 现在大家就很好奇了 共用厕所也会传播病毒吗 其实我们就单一来看到的是 马桶如果在冲水的时候 它强烈的水流 可能会把这个含病毒的气溶胶颗粒 直接散播到马桶的附近 也因此它散播出去之后下一个使用的人 很有可能就会接触到了 医师黄轩就说了公共厕所 因为它空间比较狭窄 再加上人流比较密集 也加上通风不足 所以很有可能会导致这样子的结果 尤其是研究显示 糞池的颗料大概四到六成 其实它们是会喷出 也就是大概一个人的高度 所以这样的素质其实是相当惊人的 那么他就给了五大建议 在疫情期间 大家如果想要上厕所的话 第一个尽量不要上公厕 如果你进去厕所的话 也别忘了要把口罩戴好戴满 再来就是冲水前你要先放下盖子 减少病毒它喷出的浓度 而且清洁马桶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坐垫的地方 可以用酒精稍微消毒一下 现在很多的公用厕所都会附酒精 别忘了使用之前先消毒 如厕后也记得用肥皂来洗手 就可以尽量避免把病毒让它找上门来 请订阅按赞分享 TBS News 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 每� noche 各 clients